亲爱的主地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你今天再次的收看我们五间分享的视频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路加福音 我们要从路加福音那里去学习许多宝贵的功课 我盼望这些功课呢 对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有帮助 那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那我们一起来统心的祷告 求神祝福我们的学习 来我们来祷告 慈悲在天的父 我们再次的感谢你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 祝我们求你的圣灵现在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 给我们有聪明智慧 能够来领悟你的教导 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教导中 懂得怎么样 把这些教导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主我们也求你帮助你的仆人 让我们能够有聪明智慧来好好地教导你的话语 我们这样的祷告祭求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 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上一个星期所学习到的功课 那之前天使告诉撒迦利亚 对他说 他和伊丽莎白 他的妻子的祷告 已经蒙神垂听了 神要给他们一个儿子 那这个儿子 有着一个特别的使命 他要成为弥赛亚的先锋 他要向众人传讲回改的信息 以便预备众人过后来迎接救主的到来 那之前我也是说过了 他传悔改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众人没有一个悔改的心 那过后 主耶稣来了 他传恩典 那就没有意义了 一个人如果他不愿意悔改的话 恩典对他来说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只有当人懂得悔改认罪 那么恩典才能够帮助他 让他能够得救 所以没有悔改 没有救恩 没有悔改 没有恩典 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 懂得在传福音的时候 要强调 人的罪 人要悔改认罪 那么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 好 当 撒加利亚听到天使这番话之后 他有着怎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来看 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八节 圣经这里这么说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 那在这里 撒加利亚他无法相信天使所说的话 为什么呢 他给两个理由 第一 他说 我已经老了 不能够生育了 除此以外 他说 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 我们两个人都老了 那 为什么 撒加利亚会有这样一个反应呢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的 他跟他的太太都已经老迈了 在人的眼里 他们没有办法生育的 可是 难道他们忘记了 以前所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情呢 就是亚伯拉罕的事情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 那个时候 亚伯拉罕跟撒拉 原本他们也是没有孩子的 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年纪老迈了 在人的眼里 是绝对不可能生孩子的 但神 不是死到亚伯拉罕和撒拉 最后能够生下以撒吗 如果神能够这样做的话 难道他不能够 为撒加利亚和伊丽撒白 做同样的事情吗 所以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疑问 难道他不晓得 亚伯拉罕的事情吗 而且 难道他不知道 在耶和华的眼里 是没有难成的事吗 如果他真的侍奉耶和华 而他既然明白耶和华是真神 难道 在神的眼里 还有难成的事吗 如果神 真的要给他一个儿子的话 即使他年纪老迈了 他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神难道不可以给他们一个儿子吗 神当然可以做到 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 那既然如此 既然撒加利亚知道有关亚伯拉罕的事情 既然他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 那为什么当天使对他说 神要给你一个儿子 他竟然不能够相信呢 为什么他觉得 既然我跟我的太太都老迈了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呢 撒加利亚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想其实 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思想的话 我们就知道 当时候撒加利亚其实有着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那我不是说撒加利亚不敬畏神 我也不是说他真的是完全对神没有信心 在当时的祭司当中 他是相当敬畏神的一个人 但问题是 他有着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对神的话语 有着一个缺陷 对神的话语的认识 就是圣经和现实生活脱节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方说 是的 撒加利亚他知道在以前 神曾经帮助过亚伯拉罕 他知道以前 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已经年纪老迈了 但神能够给他们一个儿子 他相信这一切 他没有质疑 但是在他的心中 他认为这是以前的事情 这是在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 记载的事情 是的 神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跟他现在 所面对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他认为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认为以前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 跟他现在生活没有一点的关系 圣经和现实生活中脱节了 亲爱的主人弟兄姐妹 我想这不只是撒迦利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那么多基督徒 在生活中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呢 难道不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 圣经和现实生活已经脱节了吗 他们知道 从圣经那里他们知道 神以前曾经做过很多的事情 比方说 神以前曾经供应过先知以利亚的需要 那个时候 神借着乌鸦喂养了以利亚 他们也知道神怎么样拯救这些 比如说大卫王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他没有办法离开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神大大的帮助他 或者神正是帮助了当时的以色列人 让他们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那这一切 今天很多基督徒 他们都知道 我想其实只要你有读圣经的话 只要你有在教堂聚会一段时间的话 你都会知道这一切 但问题是 当你知道了这一切之后 你所知道的这一切 是否会影响到你现在的生活 让你认为说 既然神 他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就表示 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他既然是又真又活 这表示今天如果我有同样的问题的话 我也可以向这位神求 他也能够帮助我 那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吗 遗憾的是 今天很多基督徒 他们没有这个态度 我不是说他们刻意要质疑神的话语 或者他们刻意要 要相信神的作为 但在他们的心中 在不知不觉中 他们把圣经和现实生活脱戒了 他们认为 是的 神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些跟我现在所遇到的问题 没有关系 以前神做过的这件事情 对我今天没有个帮助 但是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为什么你认为神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 他现在不能够做呢 或者你为什么认为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 跟你现在没有一个关系呢 难道你不知道 圣经所说过的这句话吗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罗马书15章第4节 神以前允许这些圣经的作者 把这些事情全部记载下来 为的是什么 最终 他要我们借着这些记载 来明白 他是个怎么样的神 如果神以前 他愿意帮助他的仆人 今天他也愿意帮助你 他以前因为怜悯的缘故 他恩待了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今天也愿意这样做 他愿意以慈爱怜悯对待你 所以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不要像撒卡利安那样 或者像今天一些基督徒那样 陷入这样一个问题 把圣经和你的现实生活 脱戒 你要把它放在一起 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事情 所记载的都是为着你今天 着想的 他要你借着对圣经的认识 对神的认识 来左右你今天的行为 你的思想 他要坚定你的信心 让你明白神以前怎么做 他现在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神 着热 惊热 以后都是一样的 他的大能 没有改变过 他对他百姓的爱 没有改变过 他既然愿意帮助 大卫 以利亚 等等的这些人 今天他也愿意帮助你 因为你也是神所爱的孩子 所以 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够记得 今天这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不要把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记载 跟你的现实生活脱戒 你要把它放在一起 好 这是第一点 所以当时候 这个撒加利亚 有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天使 听到他这样的反应之后 天使怎么回应呢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 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 这话必然应验 只因你不信 你必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路加福音一章十九到二十节 那在这里首先我们来注意一下 加百列 他讲出了自己的名字 因为对撒加利亚来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天使 他也不知道这个 显现在他面前的到底是谁 所以天使首先自我介绍 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 我是神的仆人 我是加百列 是神猜我来对你说这个好消息的 那如果你参考圣经的话 你就知道 在天上 在众天使当中 神案例了几位 这个所谓的天使长 来管理这些众天使 而加百列呢 就是侍奉神的 是位天使长之一 然后呢 在旧约那里呢 尤其是在但一礼书 但一礼啊 这个加百列 曾经向但一礼 显现过两次 对不起 这里有个错误啊 是但一礼书 就是但一礼书 八章不是六章 八章十六节 跟九章二十一节 在八章十六节呢 这个加百列 为但一礼解释了 当时候他所看到的 这个有关 公山羊和公绵羊的 这个意象 然后在 但一礼书九章二十一节呢 加百列向但一礼解释了 他所看到的 这个七十秤七的一个预言 所以呢 加百列 这个天使长呢 在旧约曾经 至少出现过两次 除了把他自己的名字 曝出来以外呢 天使长加百列 也告诉他说 只因你不信 你必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那为什么天使长加百列 要对撒加利亚 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 撒加利亚明明知道 天使就站在他的面前 他明明知道 天使长加百列 是不可能跟他开玩笑的 可是他竟然 不能够相信 天使长所说的话 也因为他不能够相信 天使长所说的话 所以天使长就必须 给他做这样的事情 使他亚巴 不能说话 来证明 他所说的 都是属实的 除此以外呢 天使长加百列 让他不能够说话 让他成为亚巴 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要管教他 因为他质疑神的大能 他对神的大能 没有信心 那既然如此 那撒加利亚就要必须 亲自经历神的大能 借此 作为管教 那可能在这里 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 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天使长加百列 对待撒加利亚 跟他过后对待 玛利亚的态度 好像不太一样 在路加福音 一章三十节 当天使长加百列 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 告诉他说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那个时候 玛利亚也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换句话说 玛利亚也质疑了 天使长所说的话 可是 不过我们 并没有看到 天使长加百列 管教玛利亚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神 偏待人吗 难道神 对撒加利亚 特别的严厉 却特别的恩败 玛利亚吗 其实 不是这样的 虽然两个人 都质疑了 天使长所说的话 但是你要明白 撒加利亚跟玛利亚是不一样的 玛利亚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他没有受过什么神学的装备 对神的话语也不是很清楚 他只是有这个单纯的信心 所以当他听到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呢 他开始会感到怀疑 那这是情有可原的 任何人听到这样的事情 听到还没有发生过任何性关系 还没有结婚 就能够生孩子 任何人听到这样的事情都觉得不可能的 但是 撒加利亚就不一样了 你要明白 你要记得 撒加利亚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祭司 他是一个 有受过神学装备的 他是一个熟悉圣经的话语 他明白神的大能 他在神学方面的知识 远远的超越了玛利亚 但是 撒加利亚虽然有着这么多的知识 他也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那里侍奉神 他竟然不相信神的大能 所以 神必须管教他 因为如果他身为祭司 都不能够相信神的大能的话 那他怎么去带领众人呢 所以 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 神似乎是在偏带人 但是他的偏带人 是 完全正确的 因为撒加利亚 跟玛利亚 完全不一样 有着不一样的身份和地位 这也是我想起 在雅各苏里面所说过的一句话 在雅各苏 三章一节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要说什么 更重的 判断 这是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们身为牧师 长老 老师 我们要说的 判断 比众人更重呢 因为我们是教神的话语 我们懂 神的话语 我们明白 我照理来说 我们应该明白 神的旨意 所以如果我们 照理来说是应该明白的 可是我们却不信 或者我们却不知道 那当然 我们要说的所谓的管教呢 就会比众人来得更重了 相比之下 一般的信徒 虽然他们也自己应该读圣经 他们也应该自己的学习 但 跟我们比起来 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 就比较 没有这么深了 所以呢 神在这方面 就比较 所谓的 算是什么 恩待他们了 就如圣经所说的 神向谁多给 他就向谁夺取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在这里我劝你 不要这么匆匆忙忙 急着做师父 到处去教人 因为 就像雅各所说的 我们所受到 更重的判断 到时候 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评语 会比一般人更重了 所以求主 帮助你 帮助你在这方面 能够有这个明白 而且如果你有这个明白的话 也会请你 卫生我们这些牧师 长老 老师来祷告 因为我们每天 教神的话语的 都是战战兢兢的 我们生怕 我们说错了什么 教错了什么 或者我们教了之后 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做出来 然后过后有一天 站在神的面前 神要更加严厉的管教我们 所以请为我们来祷告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最后一段 当 撒加利亚 在圣殿里面 在这个圣所里面 遇到这个天使长 跟他对话 然后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 那 他在里面待了一段 很长的时间 那照理来说 圣所不是一个 让你久久 待在那里的一个地方 很多这些祭司 做完事情 赶快就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圣所 跟 自圣所 是一个 相当危险的地方 因为 神 对他自己的 圣所呢 跟自圣所 是不开玩笑的 你在里面 做出什么事情 你就要受到 神很严厉的 管教和惩罚 所以 在当时 我听说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 这些祭司 当他们进去圣所 或者进去自圣所的时候 就是大祭司进自圣所的时候 当他们的腰 那里腰会绑了一些小铃铛 然后 他们的腰 也有一条绳子 绑住一条绳子 然后一直 延长到大门外面的 所以只要 众人一听到 这个铃声 突然间停了 听不到这个铃声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事情不对劲了 可能这个祭司呢 或者大祭司被神击打死了 就要把他的尸体 从用身子拉出来了 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些说法了 但是无论怎么样 当时候 这些祭司 或者大祭司 进去圣所跟自圣所呢 他们都是战争津津的 迷人会在那里待太久 所以因为 撒加利亚在那里待太久了 众人就感到很诧异 不知道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直到 撒加利亚 重新 出现的时候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没事 但是很奇怪的 过后 撒加利亚 却不能够说话 只是一直打手势 打手势 所以众人 虽然不知道 他 遇到什么事情 但是 他们知道 他一定是在 圣所里面 看到什么了 过后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 供职的日子满了 也就回家了 那这些日子之后呢 他的妻子 伊丽莎白 怀了孕 就隐藏了五个月 然后说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 除掉了 所以就如 天使长所说的 过后 撒加利亚的妻子 伊丽莎白 真的怀孕 生下一个儿子 过后我们知道 他的名字 叫约翰 好 今天 我们的学习就到此 若主夜的话 我们下个星期三 我们再见 来我们做个 继续的祷告 慈悲在天的父 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今天 又再次的有这个机会 来学习你的话语 抓住你的圣灵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听了之后 能够懂得怎么样的 把你的话语活出来 这样 我们学习了 你的话语之后 我们的生命 才能够得到改变 所以主我们把自己 向你恭敬的交托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若主愿的话 我们下个星期三 再见